来跟进国内的疫情进展 在连续三天维持5000多宗的新增病例之后 我国今天单日确诊再次攀升至六字头 新增了6440宗 让累计确诊病例突破68万宗 那至于州属方面 雪兰俄州今天依然位居全国榜首 新增2095宗病例 接着是森美兰的870宗 和吉隆坡的816宗 与此同时 今天再有74人不幸死于新冠肺炎 而894个人 依然是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那由于入住ICU的病人居高不下 卫生部今天就贴图警告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无症状新冠患者 他们都出现快乐缺氧的情况 那所谓的快乐缺氧 就是患者他们的血液氧气含量 已经是低过正常水平 但是身体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异样或者症状 患者往往都会等到健康状况严重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这一点 而送院治疗时一般上都已经是第四或者第五级的重症患者 重症患者的住院人数也增加了35% 情况相当不乐观 为了压下疫情 当局也正在想尽办法加快疫苗的接种计划 随着12岁以上的儿童获准接种辉瑞疫苗之后 科医部长凯里今天也为中午和中六的应考生带来了好消息 科医部长凯里今天与彭衡州政府开会后表示 今年度大马教育文凭SPM 以及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应考生 预料将从7月开始接种辉瑞疫苗 好让他们可以安全地回到学校上课 凯里也说刚获得国家药物监管机构批准的康希诺疫苗 只需要单剂接种 因此政府会优先让给东马 彭亨 以及难以达到的内陆地区民众接种康希诺疫苗 让他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几个小时 前往中心接种两次疫苗